主席 主席可不可以请罗部长 请罗部长 罗委员好 罗委员好 我们本家 所以我们好好来对话一下 部长你们报告里面提到 对于未来两岸 可能涉及到 共同管辖争议的部分 会有很多样态的分析跟因应的做法 对不对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现在有多少的样态 你们可以了解 其实如果刚刚要从几个要素排列组合来说 可能会有上百种 上百种对 但是我们其实不需要去做到那么索西 有些没有太大争议嘛 对对 有些可能比较没有问题的 就不需要去讨论 但是所以我们要从我们现在实务上 比较常发生的一些状态 那本期就我所可以掌握的 或我可以推论的样态 跟你讨教一下 我们目前的做法是怎么样 好不好 来 下一个 从嫌疑犯 受害人 跟第三国 这几种可能的发生的方式 我们想请问一下 如果嫌疑犯是台湾人 受害人 中国人 第三地是在我们的邦交国的话 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报告员 这个分类这样子可能不够清楚 对 我知道 我现在讲这个状况你们会怎么处理 你们大家有你们的样态分析嘛 这种状况目前几乎很少 为什么 因为嫌疑犯里面大部分都 几乎都是有包括台湾人跟大陆人 对 可是你马来西亚这个案子有没有 肯业有没有 有啊 有嘛 对不对 都有大陆人啊 但是有没有纯粹是台湾人的 比较少 好像几乎我没听到 好 那我问个问题 如果在某种情况下就是说 嫌疑犯是中国人 部分的主嫌中国人 然后这个所谓的其他的 马夫啊等等是台湾人 受害人是台湾人 然后在第三地方案 我们会不会把中国人押回来 我想会吧 会押 不想 如果中国同样把 他的中国人抢要押回去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就协商 协商嘛 对啊 如果他不放呢 所以我们就是要 不放 我们之所以要再去第二次协商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抢来 我现在问你的 协商的部分 有没有根据各种样态 已经达成共识 还是没有 一案见一案 还没有 我们现在还没有 我们现在要去谈的 第一个是肯雅案 第二个是马来西亚案 那是一个个案一个个案 然后共识的通案的部分 是第三个阶段要谈的 没有部长 我们希望你谈的 不是只是跟对个案 对 就是未来碰到 类似这种样态的时候 我们有种所谓通案 或者所谓SOP 可以来处理嘛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问的就是说 如果是中国人犯罪 受害人台湾人的时候 对岸会不会同意 把中国人送给我们来处理 我们希望跟他谈 我们希望他同意 希望他同意啊 那如果他不同意呢 就继续争取啊 那如果他不同意呢 那我就不知道 就不知道怎么办嘛 所以还是取决于他们嘛 对不对 不是 所谓共识一定要双方同意 好那我问个问题 他要求我们的是 那我现在问个问题 他也没办法 犯罪嫌疑人是台湾人 被害人中国人 在第三地方案 我们同不同意 立场上 我们同不同意 让他压解到中国去 立场上 这个其实还有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 没有啊 你刚才讲说 你刚才已经说了啊 如果犯罪嫌疑人是他们 受害人我们说 我们要把他压过来嘛 对不对 这是我们态度对不对 还是要看情形 其实还有很多细节 比如说这个案件是谁争办的 谁掌握到证据 比如说有些案件 像乌干达的案件 是大陆他一手自己争办 所以我现在担心就是说 你们都是一个个案 一个个案去处理 不是 这也是一种类型嘛 对 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案件 是双方共同争办的 像前面好几个案件 就会有说 是不是各自带回 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你是有心理打 所以我们法务部里面 是有这种规划 如果今天是中文 是嫌疑人 甚至是主要的组模 说完台湾人说 我们是有这种准备 要求把中国人 押回到台湾来审 有这个立场 其实包括委员 所有的原则都是两面的 对 就是你这个原则通的话 那两边都是用 外交谈判一定是这样子嘛 我同意 一定是这样 所以我们是有这个立场 要换什么 我们人被他受审说 如果同样情况 他们应该给我们审判 对不对 我们要是 不能不对等哦 大致上 对 所以我要求部长就是说 两岸谈判一定是对等的 如果这个模式 适用到他们对我们的人 同样的方式 我们要求他们人 要接受我们审判 对不对 那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感受到对岸的善意 我一直觉得 他们是很愿意跟我们沟通 所以他们才会联系 邀请函等等 所以他们未来是有可能 把他们的人送给我们审 我不知道啊 要谈出结果才知道 可是我们自己已经让步了 说我们的人 如果属地原则 就让他们出去 我刚刚向委员报告 其实还有很多相关的因素 所以我只要求部长 还有未来法务部在谈判的时候 一个原则是适用到两岸 千万不要一个原则 属地也是他们 属人也是他们 到时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是 那当然 谢谢 谢谢主席